现在我来解说一下这个金山脚 这个金山脚它其实是一个抑制玩具 它有两片的,这个是两个而已 也有三个,也有四个 就是 这个不同的版本就对了,这个是只有两块而已 那它的玩法就是要把它组成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形状 有点像是金字塔的这种形状就对了 要把它组成这样 可是呢,感觉 感觉上呢,好像组成这个样子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实际上它是一个抑制玩具,刚开始组的时候呢 可能如果没看过这个东西的人 他一下子是组不出来,因为 他可能要用想象力 那它的玩法是这样啊,就是说我们在跟小朋友玩这个 这个道具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呢,是 跟他用想象的 就说你想象类似金字塔这样子 你能不能把它组出来 那他可能就是开始想象嘛 就会在那边组半天,因为他用想象的 那 组不出来的时候呢 通常呢,我会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呢,我会先给他看一下 我会先 组合给他看 就是长这个样子 给他 有个印象 拼起来的这个形状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,再交给他 可是呢,他是不是有看到形状 实际上呢,他如果真的要拼 不见得可以马上拼得出来 可能他也会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拼 好 然后呢,你再做一次给他看 如果他拼不出来,你可以再做一次给他看 可以让他再稍微看久一点 好 然后呢 真正能够拼出来的状态就是 这边有个 好 四方形的这个形状 这边也有个四方形的形状 四方形跟四方形呢 对在一起 这样子 他就可以 完成 他本身 这个形状